反正在野人士 怎么说 怎么做 他溪跳式的反射 就是抹红 通共 哇 如果真的有证据 大陆指使国民党 要求蔡英文去太平岛 这是严重的被渗透 赶快抓起来啊 江启臣 马文军 徐晓星 原来都是听了大陆的指使 才要去太平岛 剪掉怎么还不动啊 太窝囊了吧 蔡英文将成为中华民国 近20年首位没登上 领土最南端太平岛的元首 但总统不去太平岛 立委干脆自己组团 敲定5月16登岛考察 以前两位总统都有去过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紧张的问题 宣示主权 自己的国家 自己的领土 所以总统不去的话 我们还是会坚持要自己去就对了 然后我们会排 太平岛是我们中华民国的主权 毫无疑问也无庸置疑 改变的是南海地区的情势 不是去让人家认为说 我们又是在制造困难 外交部长面有难色 强调是因为南海情势凶险 这个timing不适合 但蓝鹰炮轰 既然越危险 不就更应该拿出盖子捍卫主权吗 人民也会希望政府要有动作 否则你哪一天被占的都不知道 被抢的都不知道 根本也没有什么 还没有我们的金门凶险 所以我觉得不要做个闹种 提醒蔡英文一 菲律宾跟解放军在争的人爱交 那也是我们的领土 有种的话就不要去太平岛 直接去仁爱交 展现一下中华民国的气魄 五国实际控制太平岛 已经超过70年 之前因为菲律宾向国际法庭申请仲裁 太平岛被判定为娇言 而不是岛 等于台湾在太平岛 只享有12里领海权益 丧失了200里的经济海域 有人质疑民间党政府 只敢远端喊喊话 难道是受到美国的压力 怕得罪菲律宾吗 我没有去问 他们也没有来告诉我 美国人没有跟我们谈到这个议题 吴钊燮讲话很巧妙 他只是说 没有接受到美国的压力 因为你还没去 那美国为什么反对你呢 理由很简单 因为美国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 你去太平岛搞个领土主权 对于美国来讲很难堪 这个会影响到美国的 低长子菲律宾的主权权利 先不论太平岛在南海的战略价值 光是底下蕴藏的石油 天然气恐怕价值就高达1.5兆美元 全球更有6成渔船经过周边海域 蓝营痛病 如此关心国家权益的太平岛 三军统帅难道还在归缩呢 大家好 我是报告人侯汉廷 蔡英文要不要登太平岛 蓝营呼吁蔡英文应该去 宣誓太平岛是我们的 后来蓝白立委打算自己去 刚好这则议题出来的时候 我在绿营电视台 现场把绿营论述听一遍 现场交锋呢 我客气一点 算个平手 但突破同温城 才能了解这些人到底在想什么 绿营整体反对 蔡英文去太平岛 为啥 第一点从动机出发 绿营质疑 为什么过去几年 你不叫蔡英文去 现在才叫呢 背后是不是有藏镜人 背后是不是有中共指使呢 现在过去太平岛 就是替中国大陆帮枪 大陆最开心 这就是绿营的脑 反正在野人士怎么说 怎么做 他稀跳式的反射 就是抹红 通共 如果真的有证据 大陆指使国民党要求蔡英文去太平岛 这是严重的被渗透 赶快抓起来 江启臣 马文军 徐晓鑫 原来都是听了大陆的指使 才要去太平岛 减调怎么还不动啊 太窝囊了吧 而且细查 到底怎么会有所谓 去太平岛的议题呢 不是凭空诞生 首先 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的惯例 每一两年就会去一次 江启臣以前也去过 就连曾经反对马英九去的王定宇 后来也去过 所以本来就是例行公事 其次因为太平岛刚好码头工程竣工 1月29日海巡署就研议 要不要请蔡英文来 因为陈随扁马英九卸任前都到太平岛 这也是惯例 绿的问 为什么前几年没叫蔡英文去 因为前几年没有工程完工啊 今年完工去开幕剪彩 给官兵弟兄加油打气 有什么不好 而且1月份 当时民进党的明代 赖瑞龙 许志杰都表达说 蔡英文过去很好啊 紧张也要去宣示主权啊 那依照现在最新的讲法 请蔡英文去就是中共同路人 民进党赶紧把海巡署 还有自己的立委都抓起来啊 绿营反对的第二个理由 就是说 哎呀这个过去太平岛会让大陆得利 台湾不能让大陆得利啊 这里面逻辑是什么呢 因为大陆会说太平岛是台湾的 台湾是中国的 所以太平岛是中国的 所以不能去 我还是听不懂啊 那大陆一直都说台湾是中国的 蔡英文是不是不要住在台湾了 干脆跳海 虽然我觉得没问题了 绿营讲大陆会得利 还有第二个理由 说哎很危险 两岸紧张啊 如果蔡英文飞机过去 被大陆打下来怎么办哦 蔡英文安危很重要 他们真的这样讲 绿的不是讲抗中保台吗 不是要占到一兵一卒吗 讲台独不怕打仗 去个太平岛反而怕打仗 到底在讲什么东西 大陆根本不可能搞什么 暗杀蔡英文这种事 真的要干了 有没有去太平岛都会干 当绿的越在讲 哎呀局势紧张不能去 不就越凸显 辣台媚人设崩塌 民进党全是纸老虎小闹闹 局势紧张就不能去 两岸局势也紧张 台湾是不是不能住人 蔡英文怎么还不跳海 其实也没错 很多绿的都在移民了啦 我国砸了17亿 整袖太平岛码头 1月27号早已完工 但至今总统不敢答应去剪彩 传出背后就是由美方施压 国安局说是因为有维安压力 各界吐槽 那马英九陈水扁当初怎么去 美国不让他去 他就不敢去了 那是我们的家 他是这个家的大家长 美国人说不可以和你家 你就乖乖彼此摸一摸不去 这是什么总统啊 太平岛下蕴藏 丰富的石油跟天然气 总量高达180亿桶 价值折合台币约46.5兆元 更有人爆料内幕 太平岛原本是我方领土 但菲律宾2013年 跑去打国际官司争主权 太平岛最后被判定为娇严 导致我国丧失200海里经济海域 而帮菲律宾打国际官司的 就是美国纽约知名律师事务所 费用高达1500万元 美国到底在挺谁 菲律宾主张说 太平岛是娇而不是岛 这根本是睁眼说瞎话 但是美国竟然还可以 在背后去撑腰 是符合美国在南海的利益 可是问题是台湾的利益呢 2016蔡英文上任没多久 国际华庭判了 这个是娇不是刀 那时候就应该去宣誓主权了 南军炮轰 太平岛上有军人有医院 邮局机场甚至还有农田跟军民 我国的领土和百姓都在上面 蔡总统不敢去 简直丧权入国 外交部长国安局长都拿一个理由 说现在南海啊 战云密布 很危险 不接你去 这是什么跟什么 很像说台湾现在打仗了 结果总统人家刚好在国外访问 看到说台湾打仗 我别回来 可以这样子吗 这一块领土来都没有来过 到底的上全路过 一选举执政者狂喊抗中保台 如今国家的领土遭觊觎 总统连登岛削势都不敢 民进党到底拿什么来保台 绿营的第三个理由 也是暗藏的真正理由 他说现在大陆菲律宾案 美国的南海议题上 有冲突 不要去惹事 其实我要问 惹什么事 到自己的领土不是天经地义吗 会惹到什么事呢 绿营最担心 就是会让美国日本不开心 但如果这样就不开心 只能代表美国很小气嘛 代表过去对美国关系大失败啊 外交处理无能 萧美琴无能 马英九要去太平岛前 美国也反对 但是照样去因为是该做的事 现在美国都还没出声 民进党就自我阉割 不要去惹事 这就是对美国奴言惨媚 最真实的反对理由 当然是美国不愿意 因为美国不愿意承认 中国南海是中国的 美国要否认大陆九段线的主张 大陆九段线主张的法理基础何在呢 就是继承中华民国十一段线主张 所以如果台湾说有太平岛 第一 证实了两岸之间有历史连结 同属一个中国 第二 证明了当前大陆有九段线的法理基础 这两个啊 一个是民进党不愿意 一个是美国不愿意 两人狼狈为奸 一拍即合 当然巴不得忽视太平岛的一切事情 民进党配合美国人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站在捍卫领土的角度讲 局势越紧张当然越该去 否则到时候再探讨南海议题 根本没人想到台湾 去了还能说点话 但民进党当然不敢说话 诶 那你对美国动不动清门踏户 跑到南海来什么看法 菲律宾填海造岛造交什么看法 菲律宾把中国南海改名西菲律宾海 下一代菲律宾人都不认为中国南海是中国的 南海观世音菩萨变成西菲律宾海观世音菩萨 民进党有什么看法 他的看法就是美国最棒 美国说南海不是中国的 他就连观音菩萨都不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